哈喽大家好 现在是4点20分左右 我们来看看这个TNEX TNEX今天又是热门股啊 这样我就比较喜欢讲热门股 因为多点看多点来share吧 呀 如果你喜欢听我分析这些热门股呢 你就要记得帮我去share帮我去like ok 我们来讲这个 之前的时候呢 就上个星期的时候我就讲说 只要在MX22里面弹回去就是一个机会 你看到吗 他今天又是弹回去了 呀 指定回生 呃 这是MX22 但是我的现在我又 我又改变了少少方法 就是因为这个头马峰 他虽然是弹回去啊 但是他没有站上去的头马峰 看到吗 所以就算他现在弹回去的话 也不是一个比也不算是一个安全的啊 我们呃 现在最多算是一个 只跌罢了 只跌罢了 只跌 不是回生 回生的话呢 怎么要怎么叫回生呢 就是这样子 出现一个青色蜡烛 出现一个青色蜡烛 而这一边呢 就是支撑线 股价带回来 弹上去 出现了一个 青色蜡烛 啊 那个就是 这样子的 啊 这个一个就是叫直跌回生 现在呢 没有啊 为什么呢 他没有青色蜡烛 ok 呃 你最多是可以讲他叫直跌 因为他在这个 MX20里面直跌了 ok 但是他没有弹回去 要出现一个青色蜡烛 最好呢 还要弹回在这个 筹码风的上面 才算是一个 矮钱的一个信号吧 ok 现在没有啊 呃 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看法 呀 呃 可能是错的 呀 你也不要去相信 你自己还是自己做功课 现在是4.21分 我就看一下 他收盘的时候 会不会站上去这个 啊 ma 不是说会不会站上去这个 筹码风 呀 那时候就知道了了啊 ok so继续观察 谢谢大家